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们在G0V的黑客松里面因为人很多 但是我们都会用短短的三个关键字来介绍自己 我的三个关键字是 不知道各位参与者对G0V临时政府这个社群有什么样子的了解 G0V临时政府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 怎么说呢 首先大家会问说它是不是一个组织 或是它是一个基金会吗 或是它是一个财团法人协会 其实都不是 那G0V临时政府究竟是如何让这么多的参与者 能够一起在这里协作 然后发展出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专案 我想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G0V临时政府宣言 那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G0V临时政府宣言 临时政府宣言里面说我们来自四方 我们多中心运作 打造自主贡献文化 我们实践公民参与创造改变 我们成果开放 取之开源 用之开源 我们很欢乐 也想改变现状 我们就是你 那其实在这个宣言中 讲了非常多的事情 这些关键字都成为这十年来 G0V从第一次黑客松到现在 我们秉持的初心 因此G0V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群 大家随时可以加入 无论你是男女脑少 来自东西南北 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这个社群 只要很简单地按一个 加入join.g0v.tw 你就可以加到slack里面去 看看G0V的大家 最近在关心什么 有什么专案正在发生中 你甚至也不需要加到slack 只要到HackMD上 也可以看到最近专案最新的发展 这都是G0V协作的方法 因此我们过去曾经有参与者说 G0V是一块大草坪 一块没有围墙的大草坪 上头插着一块告示牌 写着G0V宣言 没有围墙 任何一位认同理念的人 都可以随时走进来 也可以随时走出去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由进出的一个场域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场域来之后 能够像维护公共的草原这样子的心态 一起来维护这个场域 所以需要有G0V宣言来作为大家 共同秉持 共同遵守的理念和规则 那G0V是怎么协作 其实我们一直很难用一个好的描述或是比喻 让大家了解G0V协作的方法 我们常常认为说G0V似乎必须要邀请参与者直接来到黑客松 用一种沉浸式体验的方式 才能让大家理解什么是G0V的协作 后来有一个朋友在听了我对G0V的协作过程的描述之后呢 提出了一个蛮好的比喻 G0V其实像是我们在玩宝可梦游戏一样 那最近宝可梦有一个新的游戏 叫做Team Up 你可以在网路上找到各地的人 然后跟你一起来纠团打怪 如果要纠团打怪的话 就会有一个问题是打哪个怪 队友在哪里 然后怎么打 其实G0V就是一个让大家一起来纠团打怪的一个场域 纠团打怪的平台 让大家一起去认识说 我们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社会议题 有哪些人可以加入我们这一个纠团打怪的队伍 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纠团打怪的过程能够更顺利 能够让大家用最少的时间 特别是可能是下班或是课余的时间 仍然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力 去解决某一部分的社会议题 首先我想要来讲一下 G0V是怎么去做协作这件工作的 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们社群参与者刘志欣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 这本厚厚的书里面 其实收录了非常多关于假讯息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本书出版之后 我就在脸书上留言 我就跟志欣提议说 那不然我们来办一个线上读书会好了 因为在去年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办实地的读书会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一起来办个线上读书会 那志欣很快的回应说 好啊 那能够有这样子沟通的场域很棒 那线上读书会要怎么办呢 我们不是出版社也没有专职的人力 这时候呢 我挖了这个坑 志欣说OK的时候 其实就有两个人在这个坑里面 那关于坑这个概念 我们等一下会再比较详细的说明 于是呢 我们就想有两个人在坑里面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推坑 所谓推坑就是让更多人 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要怎么样让更多人 一起来做这件事 首先你要把你的计划 就是你的提案内容 把它写下来 我的这个提案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想要办一个 G0V没有人的线上读书会 有定时间地点 后需要直播这些事情 然后流程 我把一些初步的规划 就写在G0V的HackMD上面 那写在G0V的HackMD上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能够看到 然后就把这样的讯息 把它传到G0V的Slack里面 那这时候就邀请到了 愿意加进来相关专案的 这些讲者 包括真的假的 临时档案局 这些专案 这些专案的坑主 都愿意一起来谈 那这个时候呢 G0V的线上读书会里面 就有了更多人 跳进这个坑 包括知新啊 笔林 知浩 T-Munk 那再来我们就必须要 去做更多的宣传 不只在社群里面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读书会 能够有更多人一起来听 来参与不限于 只有G0V社群的参与者 那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 宣传的活动啦 那宣传的活动呢 按照G0V的过去的惯例 就是我们要上一个 宣传稿到SNS的频道里面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 就需要有一个图 然后要有宣传的文字 那文字我还可以写 那图就有点复杂啦 所以呢 我就秉持着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这个精神 我就先做了一个 不是那么好看的版本 就把它贴到Slack里面 去让大家看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 一起跳进来说 那可以怎么样去 修订这个宣传稿 或是修订这个图的内容 那你就会看到 大家其实不需要碰面 也甚至不需要 约一个时间来开会 反而很快速的 就可以在Slack里面 去做互动 有看到的人就可以出来 提供一些意见 甚至直接做一些修改 有人建议说 那我们就要先开活动 还有什么样子的方法 和图片修正可以做 因此呢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Gelieve的协作 是很大一部分 会发生在线上的 大家可以自由利用 需要的时间 去贡献你的心力 从这个宣传稿里面 就会看到说 我们的这个图啊 本来是我先跟 智欣要了一张 他们原来使用的图 然后我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版本 那后来之后又加进来 又做了更多的 每边的修正和调整 最后就变成一张 非常美的图 其实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让GTV参与者 跟贡献者 能够得到非常大的 满足感的过程 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所谓协作的乐趣之所在 这个时候就有更多人 跳到GTV的 没有人线上读书会的 这个坑里面来了 后来呢 这个线上读书会 就顺利开始了 那一天就有将近 一百多个人在线上 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最后我们也同时进行直播的工作 在开启Slido 然后也在FB上面有直播 后来就有非常多次的观看记录 我们甚至把当天没有办法 讨论完解决的问题 也都写到HackMD上 做成比较完整的记录 有一些题目没有被讨论到 在HackMD上 也可以继续后续做讨论 这个是GTV非常重要的一个 写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我们会把需要的这些 曾经经过的过程 都尽量的文件化下来 之后呢 想要进行这样的协作过程的人 他可以去找到非常多 可以参考的资料 因此呢 我们就发现 最后这个坑里面呢 就有许多人 包括当天参加的 博锋利用芳心这些 我们其实本来不认识的参与者 也都一起进到这个坑里面 来做贡献 那其实这就是GTV一个协作的过程 所以GTV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做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当你想到有任何一件事情 你认为 为什么没有人做 那也许你就可以想想 有没有办法 就由我开始来起这个头 比如说当天我在想说 我需要有一个读书会 来讨论真相制造这本书的时候 我不要去问说 诶志心你们为什么出版社不做呢 出版社也可以做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GTV社群里面 自己来做 GTV社群其实有非常多专案 都是秉持这样的精神而开始的 那GTV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是在2012年12月的 一场黑客松开始的 在2012年12月的时候 纠松团的成员 高嘉良 曲小薇 吴泰辉 他们发起了 第0次动员开论黑客松 这是台湾第一次有科技工作者 他们以开源模式 以资讯技术来参与公共议题 希望透过黑客松的场域 来协作解决公共议题 从那一次开始之后 因为反应实在太热烈了 本来以为只办一次 结果从2012年12月开始 每两个月办一次黑客松 有继续多多不同领域 不同背景的人来参与 那提出的专案数量也到六七百个 那第一个专案是什么 第二个专案其实是2012年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的专案 那我们知道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其实过去都是以数字来呈现 甚至以纸本会是很厚很厚的 甚至比人还高的一叠 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 它尝试的就是以视觉化的方式 来呈现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让大家能够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 去知道我们的缴纳的税金是怎么被分配的 大家可以看到图上有大的小的圆圈 大的圆圈就表示比较大的预算 在网站上呢你就可以去点选说 这一笔预算是花在哪件事情上 这个专案到目前为止也都还一直在运作当中 你可以在网页上去找到这个专案来看 我们也有新军林币参与者来提出说 后续的更新的计划 来让这个专案能够与时俱进 因此在过去十年当中呢 军林币有许多事情发生 除了持续举办的黑客松之外呢 在每当有急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都会有参与者非常主动的去做 各种资讯会者的工作 纠松团也办了公民科技奖助金 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小学校的专案 也是2019年我们开始发起的 临时小学校线上曾能宁 其实是希望整合G0V过去许多专案的经验 来让更多人能够理解 怎么样去参与G0V的社群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G0V社群目前的状况 包括我们在slack上面 有11000多位参与者 已经办过四次的国际双年会 然后在slack的频道有747个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大松的提案有839个 然后讨论的讯息是每天都在发生中 我们这个仪表板可以在G0V.TW的网页上面找到 那它是每天会自动去抓取资料更新的 所以我可以说这是7月4号资料 当大家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过时了 所以我们强当鼓励大家去G0V.TW的网页上 去看最新的更新的数字 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G0V宣言 我们来自四方多中心运作 公民参与自主贡献 然后我希望在简短的介绍之后 能够请大家再看一下G0V宣言 试着画出你们认为的重点 哪些是G0V的关键字呢 请大家先暂停一下 休息一下 思考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跟大家介绍后面G0V是如何工作 包括专案是什么 怎么协作还有协作的心法是什么 大家画好重点了吗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G0V的专案 那首先先跟大家复习一下G0V宣言 那这是我画的重点 包括多中心 自主贡献 公民参与 改变 开源 和欢乐 那我不知道各位画下来的重点 跟我一不一样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把你所画的重点 把它放到HackMD上面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认为G0V宣言里面 重要的是哪些关键字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专案的多中心运作 我们过去常说 G0V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群 什么叫做去中心化呢 其实就是它不是一个有决策的机构 然后指挥大家该做什么 分派任务 接到任务之后呢 参与者才开始行动的社群 反而是任何一个参与者 他都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专案和社群 那怎么开始呢 你可以在G0V的HackMD里面去提案 招兵买马 看大家愿不愿意一起加入 来完成这个专案 那你有任何的idea 也可以先在HackMD上 写下你的想法 然后在slug上面去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提供意见 甚至一起来跳坑 那每一个逐渐能够有人跳坑的地方 就会是一个专案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在G0V社群里面 有几个长期运作 而且影响力比较大的专案 包括G0V纠综团 包括真的假的 还有美国国会观测站 G0V国际交流工作小组 蒙点 以及每次选举前 都会有参与者自主的提出 要进行选举资讯相关的专案 那特别的是 在很多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 会有G0V的参与者 他们去针对突发事件 来做各种资讯的会证 那包括太阳化学运期间 普庸马事件 高雄气暴 还有去年到现在的武汉肺炎期间 都有很多这样的专案发生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2021年5月的时候呢 因为台湾的疫情突然升温 所以有许多人 自主地加入G0V的SELAC里面 在那个短短的几天当中 有将近千位的新参者 加到G0V的SELAC里面 也有将近千位的贡献者 去参与了各式各样的社群 我们可以说在一个礼拜里面 就有超过15个新的专案 我们可以发现在 在一个焦虑紧张的状况底下 许多人是透过协作 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来缓解这样紧张的情绪 正面去面对我们面对的挑战 那在G0V的SELAC里面 在去年的5月21号 人数超过了1万人 到现在刚刚有看到 就是在经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大概是在 1万1600多个人左右 因此G0V社群 其实已经成为大家 在面对公共议题的 突发状况的时候 认为可以很迅速地 做出及时反应的 一个协作的场域 大家会透过把各种资讯 整合在这个平台上面 甚至唐凤政伟 他也把G0V参与者 他们提出的 实联制这样的概念 带回到政府里面去做实作 进而成为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很长期在用的 简讯实联制的一个基础 简讯实联制推出的时候 也在G0V的HackMD上面 提供了可以回报 各种讯息的版面和资讯 成为一个公民协力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示范的案件 再来就是在今年2月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有许多讯息是 没有那么容易获得 那这个时候 也有G0V参与者 他们主动去把 资讯整合的平台 把它建立起来 那其实这些都是 有人提出了案子概念 然后这个动作叫做挖坑 然后有人愿意一起去填坑 所以专案其实就等于 人家坑 你可以现在开始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你认为需要去解决的 把你的想法能够写下来 那试着去挖一个小小的坑 然后可以在G0V的HackMD上和大家分享 那看看有没有其他人也愿意一起来完成这个坑 那你就有一个专案 你就成为了一个坑主了 那刚刚我们讲了什么是专案 在后面的元力增能力的课程里面 也会有非常多教大家如何去把你的想法 划成专案的课程 那接下来我要先粗浅地讲一下 什么叫做协作 G0V的协作是什么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G0V一个非常重要的专案叫做蒙点 那蒙点的发起人就是现在的唐凤正伟 他大概在2012、2013年的时候开启了这个专案 我们有任何需要了解的字或是词的时候 都可以去蒙点查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国小学生之间 其实常常会备用的一个线上的字典 所以我们就去查了协作这两个字 在蒙点里面的解释 蒙点里面说协作叫做上下协作万事可成 我觉得这个真的讲得太好了 只要大家愿意一起来做共同合作 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可以完成 那我们刚刚讲了专案是人加坑 那协作是什么 协作其实就是人加坑加工具 那就是一个填坑的工作 我们在G0V的社群里面用哪些工具来填坑呢 首先我们回来看一下G0V的关键字 我们在2019年开始 对G0V的社群的参与者 我们去做了一个影响力评估的问卷调查 那我们问参与者 相较于其他社群或组织 你认为G0V专案对社会的影响程度 有哪些是比较无法取代的 G0V是在这几方面琢磨比较深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G0V的关键字大概就是 协作开源跨界行动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几个关键字其实也回应到了 我们在G0V宣言里面所说的那几个关键字 因此我们可以说 G0V的协作就是开源跨界加行动 那接下来我要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开源 开源是一种软体协作的方式 其实在软体科技界是非常常见的协作方式 包括大家所使用的Android手机里面的OS 其实都是Google他们有开放出来的一个开源的专案 那我们在G0V社群里面呢 因为根植于台湾的开源社群 因此在协作上就是采用开源的协作方式 那开源协作方式运用的包括了 必须要有开放的资料 因此大家能够在资料的基础上 去做视觉化这些方式的呈现 那也包括了要运用开源的协作的工具 包括HackMD 包括Github 包括 Slack 这些去做各种同步 也包括了我们会运用直播的方式 来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获得资讯 秉持着这个开放的科技的精神 我们去完成G0V的协作 所以我们在挑选协作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能够采取尽量开放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的方式去做协作 再者呢 开源协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法律的基础 大家知道大家贡献的成果 其实都是每个参与者的智慧财产权 在传统的工作底下呢 每个人对自己的智慧财产权都有 著作权 这些权利在 但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一起协作 我们必须对原来有的智慧财产权去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调整的机制就是开源的授权方式 包括在软体界有已经使用非常久的各种开源 OSSF的开放授权 也包括了CC授权 就是Creative Commons的授权 那这些授权方式 其实我们会有另外一堂课 来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但是这些授权基础其实都是协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在提出专案的时候 能够去选择一个标明 并且选择一个好的开放授权的方式 让其他人能够在没有权利侵害的顾虑底下去加入你的专案 那其他人也可以很简单的透过授权方式的辨认 来了解你希望的贡献成果的一个散布和改做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想讲的是跨界 跨界这件事情 其实在GNV社群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在GNV的黑客松的参与者的组成底下呢 不会写程式的人大概是在40% 那会写程式的人大概在60%左右 那不会写程式的人的组成就非常非常多元 包括热血公民、学生、公务员、上班族、律师、议文工作者、NPO工作者 会写程式的人他们专长的领域和技能呢 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区别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去做协作 这个跨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 其实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只有在这样跨界的场域里面 你能够去知道说 哦原来有哪些事情是在别的领域他们习以为常而我们不会的 我们常常会在新参者参与社群的时候发现 其实他们过去使用的某些工具呢 只要换个工具就可以让专案有非常大的进展 那G0V的黑客松和场域就是有这样的作用 让大家可以很快地去做各种讯息的交换 那我们会在黑客松的时候呢 去提供大家各种贴纸 那这些技能贴纸呢 就可以让你在黑客松的时候 把你有的技能贴纸贴在身上 如果他的专案需要这样子技能的人呢 就可以走向前去跟你询问 要不要一起加入专案一起来协作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贴纸的多元来看出 G0V社群的参与者其实是背景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那最后我想讲的是行动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关于行动这个词 在盟点里面它怎么说 我们这边要采取的是第二个意思 就是只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而有所作为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点 一个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有所作为 我们在面对社会议题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批评的态度 并不想出任何解决方法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做法是 去想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 然后号召跟你一起有这样子想法的人 一起去做出某些事情来提供社会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 那第二种是我们在G0V社群里面 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去做的事 那所以G0V社群里面的行动就是我刚刚讲的 挖坑、推坑和填坑 挖坑就是提出专案的构想 那推坑就是来找适合 采取这个专案的拥有这些技能的人 那填坑就是采取特定的行动 去把这个坑填起来 把这个坑完成 让大家一起往专案的目标前进 好那讲过了专案和协作之后 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几个简单的心法 所谓心法其实就是在专案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可以先放在心里面慢慢去体会的 那这是整理一些参与者 他们这几年来参与G0V社群所得出的一些心得 那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因为你就是没有人 我想这句话大概是许多人会跳进G0V社群的一个起源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议题 或是某些带解决的议题感到有不满或是沮丧 我们常会批评说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那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多想一步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我们就是那个没有人 没有人该对这个议题做什么呢 要怎么做也许会觉得很茫然 可是让我们轻轻的推自己再往前一步 想一想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案 把这个方案写下来写在HackMD上 或是发在Slack里面 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和回想 也许你就会发现在坑里面有很多人一起跳进来 那你的坑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没有人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社群里面一起完成的 Powered by G0V 有许多无名的贡献者都愿意一起来为解决某个社会议题 做出努力跟贡献 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里的是 尊重现实寻求解放 特别是G0V的社群 常常会和工部门有一些公私协力的机会 公民社会社群跟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之间 其实在许多做法和想法甚至目标上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 那在专案的协作上面呢 必须在公司两边都能够有共同的目标 让大家一起往前进 才能够采取有目的的行动 那这个时候彼此之间的尊重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我们希望不论是在跟政府部门的协作 或者是你是加入一个已经进展一段时间的专案 都能怀着尊重现实 尊重前人已经努力过的成果 来一起寻求可能的解决方式 那具体来说 其实我们也在G0V的行为准则里面 有做一些小小的提醒 包括伙伴是谦虚的 团队是欢乐的 做事是热血的 请维持这样的气氛 团队喜欢正面的建议与执行 不喜欢负面的批评 那对事不对人 而且不要指责他人 我们友善地回应新人的提问 不要随便就RTFM或是STFG 尊重彼此是团队协作成功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努力 再者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也许大家比较少想到 我听到的一个做法 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这是开源社群早期的参与者 Eric Raymond提出的 他的意思是说 当你有一个想法 或是一个软体的做法的时候 尽早地把它释放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 比较早的回应来去做修改 不要等到你认为你的工作 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 你才要释出让大家看 这样其实会失去 许多修正的机会 那GNV社群里面 我们也建议大家 尽早释出 经常释出 这个时候会让大家能够在早期 就得到社群参与者的回馈 也许有一些你想破头的问题 但是其实其他的社群参与者 已经想过或是甚至已经执行过了 就可以很快告诉你该怎么走 或是他分享他们尝试的成果 让你少花冤枉路 所以虽然很多人来说 把一个不完美的东西公布出来 心理上会有很大的障碍 但是我们强烈鼓励大家 能够克服这样的心理障碍 让专案能够更早地得到 社群参与者的回应和参与 那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一下 画面上描述GNV的几个关键字的图 其实大家都尝试去做各种的图 有早期的logo版 有包括现在开源模式 行动主义公民精神 这个三个圈圈与闪飘的版 还有正在修正中的 大家希望把更多的新增元素放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专案 他们其实都是在持续修正中的 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结果 而是必须要持续的更新 持续的去做修订 所以不要害怕 尽早的把你的想法和你的工作成果 释放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能够越快的得到结果 那接下来跟前面尽早释出 也有一些关系的就是 空话小说放马过来 这也是过去开源软体社群 他们常常分享的 Talk is Chip Show me the code 这是说不要用说的 把东西做出来让大家看看 那会有人说 那如果我不会写程式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 像我就是开共笔 把想法写下来 特别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有某些想法 有些参与者会说 不然我们来先约个时间讨论 那这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在讨论之前 让我们先来协作一个共笔 会让讨论能够更聚焦 而且能够让后续的action item更清楚 如果没有文件的话 许多讨论都会变成是做白工 我们在每一个讨论底下 GinB社群的每一次的讨论 我们都希望有共笔 那有后续的action item 能够让专案能够非常明确的 持续的进行 也让没有参与到讨论的人 能够同时被invome到 就是他们也可以透过共笔 来同时得知这些专案进展的状况 在GinB社群有非常多的参与者 他们是散布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非常多的专案呢 它的主要的开发者 也许在美国 也许在荷兰 那大家会约时间 也许在半夜 也许在清晨去做讨论 但是每个人都是利用下班 或是课余的时间来做贡献 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说能够透过文件的保存 共笔的记录 特别是透过共笔的保存 能够让大家持续的知道专案的进展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被排斥 或说没有被告知到 那使得专案的这个参与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HackMD上 因为有很多人会尝试去写HackMD 但是没有办法一次练习好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 My first HackMD 即使你开始一个也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不要害怕 我们大家都很习惯这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讲的是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这也是GMP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互助和公民精神 我们面对的社会议题是每个人的事 那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做参与 GMP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公民精神 在过去十年间完成了大大小小 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专案 这些参与者有些被知道名字 有些不知道 但是他们的贡献成果和他们的影响力 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 最后想跟大家再一次分享 GMP社群的三个关键词 就是开源 行动 公民精神 透过开源的写作方式 我们让更多人能够在他们闲暇的时间 参与社群 去对社会议题 政治议题提出解放 落实民主 透过行动让我们不再只是批评的酸民 而是有实际去解决问题能力的公民 公民精神 是GMP社群持续运作的核心动力 社会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公民精神追求公共利益 满足大众的需求 我们透过讨论和实作来推动台湾社会的进步 来实践真正的民主 最后希望这个课程能够让大家对GMP社群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后续的元力增能营的课程也能够协助大家取得参与社群所需要的基本工具的技能和参与专案的能力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我就是那个没有人 最后想跟大家说 尊重现实 寻求解放 尽早释出 经常释出 空话少说 放马过来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希望大家能够在社群里面慢慢体会这几个观念 那如果有新的想法 也欢迎随时在slack或是HackMD提出来 那如果对今天的分享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HackMD或是在这个slack上面去提出问题 我想能够得到许多的回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